娱乐圈明星们到底在海外有多少豪宅 这是名媛孙芸芸在澳洲的豪宅 可以直视大海每天欣赏海天一色 这是女歌手田镇在澳洲的豪宅 此前就有海外的视频博主说 内地娱乐圈明星这段时间 正在忙着买卖他们在海外的房产 这次传出来的消息是跟卖房子有关的 是内地著名女演员刘小庆 她正打算把她在澳洲那套市价高达1800万澳币 折合人民币差不多9000万的豪宅出手 澳洲当地的媒体 曾经详细介绍过刘小庆买的这套豪宅所在的小区 为啥不是独立别墅而成了小区里的公寓呢 而且单单一套公寓房就能卖到9000万人民币吗 到底是我们对澳洲的房价物价有误解 还是刘小庆的这套公寓 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财富密码 早在2015年 刘小庆的第四任老公王小玉为了讨得爱气的欢心 就从澳洲当地某基金经理处 买下了这套视野和景观绝佳的公寓房 当时王小玉付出的是880万澳币 从投资角度来看房产在手里接近8年的时间 房价暴涨了接近1000万澳币 这绝对是一笔非常划算的投资 作为悉尼的房产地标建筑Darlinghurst 得到了无数海外富豪买家的追捧 刘小庆买的是Darlinghurst的顶层 要按面积来说房子真不算大 只有三个卧室 可许家印在澳洲黄金海岸那套光玉室就有八间的独立别墅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都说刘小庆和富商王小玉是最不像夫妻的夫妻 可人家两个人却幸福地把日子过得比蜜甜 王小玉已经是刘小庆的第四任丈夫了 她对刘小庆有多痴情呢 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安徽男人 早年就是刘小庆的粉丝 在事业上奋斗成国内有名的家具大亨后 她也就成了围绕在刘小庆身边的一个贴心的男闺蜜 多年来她看着刘小庆在感情的世界里颠簸 十分心疼 在她看来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懂刘小庆 最适合跟刘小庆结婚的男人 终于人至古希之年 她拉起刘小庆的手求婚了 婚礼是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隆重穿上婚纱那一天刘小庆已经60岁了 花甲女子嫁给了古希富豪 还得到了富豪一众儿女们的集体祝福 王小玉最不缺的就是钱 她把对刘小庆的爱真实落实在了看得见的财富上 比如她一口气送了刘小庆两套价值上一的豪宅 除了澳洲这套 在香港王小玉也给刘小庆置办了一个温暖的家 被问到自己的婚姻保鲜的秘诀 刘小庆说不在乎和惦记男人的钱反而最好 闲来夫妻俩就爱在豪宅里宴请刘小庆的各路好友 每一回只要有时间 王小玉就会陪在老婆身边 当着所有朋友的面表达她对刘小庆的爱意 哪怕是刘小庆亲自下厨做的番茄炒蛋不好吃 王小玉也会吹得天上有地下屋 对于刘小庆在晚年嫁给自己的富豪男粉丝一事 外界颇多微词 有人说刘小庆要强了一辈子 最后也难免跟其他爱慕豪门的女明星一样 找个有钱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 有人则替刘小庆可惜 年轻的时候一堆男人围着转 本可以再谈个姐弟恋的 却嫁给了一个茂蝶之年的老者 也有人胜赞刘小庆是彻底想开了 人生走到下半场就是要为自己而活 怎么开心怎么来 何必理会外界的流言和非议 如今的刘小庆想拍短视频就紧跟热点潮流 想炫自己的幸福生活随时就炫 尽管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最大的靠山 但是有了王小玉提供的情绪价值和巨额物质财富做后盾 在世俗的观念里 晚年的刘小庆才真的活成了人生赢家 刘小庆偶尔也会在直播间里卖他写的字 随缘买卖价格不菲 从五千元到一万元不得 他写的开心 买的人在付出金钱的那一刻 仿佛突然与大明星刘小庆有了某种勾连 也莫名有了某种荣誉感 只不过网上对于刘小庆突然要出售自己在澳洲豪宅的事 声音褒贬不一 还有说他要跑了的 对于动不动资产数益的娱乐圈明星来说 在海外卖个房子真的不代表什么 就跟我们买了个奢侈品包包等待涨价升值一样简单 不代表什么润不润的含义 大可不必情绪上头